不是吧不是吧 零五花开始征战古偶市场了 古偶历来厮杀激烈 是各家小花小生的兵家必争之地 最近呢这两年零五花开始入场发力了 有的甚至开始演鱼主了 咱们今天就来挨个盘盘 谁的潜力更大 最近的大梦归里里 就输送了很多新鲜的血液 原本以为成都灵已经美出新高度了 没想到我两枚零五花更是让人惊艳不已 裴嘉欣的小槐树精一登场又美又灵 零九年出生的她 今年才看看十五岁 杀伤力就这么大了 估摸着再过两年呢 都能扛起女主剧了 裴嘉欣有绝杀技 和古装的适配度超高的 本来呢她模样就好 从五官到脸型都没有bug 仪泰呢还给她加了大分 气质是难得的温婉大气那款的 十四岁在灼灼风流里演小荣家公主 一个回眸就让人印象深刻 走吧 以后都到书房去恋子 在大理寺烧亲游里 演员外郎的妹妹 高难度的发型也能轻松耗住 带波具紫叶龟的路透里 和甜心微同框 气场也分毫不舒 咱就是说 古装就是妹妹的舒适期啊 除了裴嘉欣呢 大梦龟里里还有一枚零五花 也同样的经验 那就是08年出生的艾米 虽然艾米才16岁 但功名已经有10年了 最近这两年呢 少女初长成的她 已经给了内鱼一波 颜值上的小震汉了 哪怕是眼妆造制补的丫鬟 都撤不出她的艳光 在墨语云间里 她和剑模脸的杨超越同框 演的是主仆 但光头画面上看呢 真分不清楚 谁是主 谁是服 看灵气的话 杨超越还要稍息一成哦 这可不是她第一回演丫鬟 艳牙小姐了 在长风度里 她演女主柳于如的丫鬟 艺红满脸的胶原蛋白 胶憨可爱 灵气自艺 衬托的颂艺暗淡了不少 但唯有暗箱来礼 她又演起了周演的丫鬟 虽然呢 这个戏份不多 但辨识度高 长得美 妥妥的女主预备艺啊 早前两年 她在少年歌行里 演小身衣划紧 脸上的婴儿肥还没退呢 她已经看得出来 是个美人胚子了 如今呢 她已经开始演感情细了 还专挑避衣美学的演 在云之雨里 演无风刺客云雀 和宫门的长老有一段情 以云雀被杀告终 在《大梦归旅》里 演妖怪清庚 和妖怪妃互为客星 相爱不能相守的 逼美学 不要太绝了 白波剧呢 还有仙台有数 水龙吟 再过两年啊 绝对是零五花的康爸子 和爱米一年的刘琪琪 公事也很猛啊 最近她在《小巷人家》里 饰演少年的庄优婷 青色乖巧又懂事 哪怕装造简单 都能看出来是一枚清秀的佳人啊 演技也相当的自然 在她的表演下 我甚至对关晓彤 饰演的成年庄又挺 不是那么期待喽 刘琪琪早前 靠着演女主小时候 杀出一条路来 在《湖珠夫人》里 她是少年方海士 呼吸破碎感 很强 倔强又清冷 快起回来了 太好了 我怎么把焦珠了 我这儿有最好的焦珠 你爹呢 自己回来了 你锦手呢 你锦手呢 我已经锦手了 怎么意外回来了 他们都被叫沙给吃了 灵动到让我无法接受 杨幂食言的 皮态成年方海士 她还是周生如故里的 少年崔石仪 且是天下里的少年 风心云 沉香如蟹里的少年 颜蛋 嗯 咋说呢 有时候看了妹妹演的少年版 再看这个成人版 真的很画面 刘琪琪的气质长相 特别适合 清冷倔强的小白花角色 再加上演技自然 估摸着以后 也是零五花里的一元大将了 如果说九五花 顺产仆女 零一花 电影咖喳堆 那么零五花 必定是孤偶的天下 除了前面提到的 艾米 裴嘉欣 和刘琪琪 已经在偶像剧市场开始发力 如今 零九年的刘楚田 也加入了战场 她属于从小美到大的那块 颜值是非常的稳定 第一回亮相是在《敏玥传》里 饰演童年的敏玥 小姑娘当时才六岁啊 就靠颜值给大伙来了个下马威 接着又是在《知否》里饰演童年的明蓝 我 我以后都信你了 我都信你了 小小的年纪就有了两部代表大作 童星最怕长歪了 但刘楚田从小到大 等比例生长 颜值没跑边 15岁已经有了听听玉丽的少女感 刘楚田这些年演戏不多 除了一部小舍得 就是在白净亭和张若南主演的《男红》里演丧志 看脸呢 在《零五花》里是很突出了 又是一枚顶油的预备影 而还有的《零五花》 已经开始扛打起演女主了 不过 水花并没有预想中的大 05年出生的邓恩西 第一部古装女主剧《长乐曲》 搭档丁玉西 从开播胡到结束 颜值还被同举的女反派 比例掉的 输的是有点惨烈的 更惨的是 勤勤恳恳演戏多年《无人知》 《一招花哨六》被熟知 还是偏负面的那种 邓恩西的起点很高 走的是电影咖路线 出道就有苏友鹏指导的电影 《协议人X》的现身 之后又是和周迅 秦浩搭档 在《你好之华》里 饰演少年的之华 饰演张子峰的姐姐 之后呢 还陆续的出演了《无名之辈》 《杨明丽万》等口碑电影 有了点名气 才14岁啊 就开始演电影《女主》了 演了《少女佳和》 还获得了新人奖 接下来还有主演的 电影作品《怒江》 最近这两年呢 邓恩西又开始下凡演电视剧了 可颜音儿搭档了 《外婆的新世界》 主演了网剧《唐人街探案2》 在大众眼中啊 属于灵气小花那一挂的 如今呢 靠着《花哨六》 知名度猛掌 口碑却受了损 不过呢 邓恩西的年纪还小 未来的发展潜力依旧很大 今年才刚刚17岁的黄烟甜甜 也开始扛大棋咯 她第一次被观众熟知啊 是在《楚桥传》里 饰演小楚桥 那会儿呢 她才10岁 就表现不足 演活了少年楚桥的坚韧与意气 让人印象深刻 接着呢 她就成了内云女主 小时候的专业户了 在《如意传》里也演了《小如意》 在狼牙榜之风起长林里 演了《小灵溪》 在《周梦情缘》里 演了《小傅韩君》 黄羊甜甜 长得是很有辨识度低 身上有种坚韧小白花的气质 和古偶很适配 最近两年呢 开始在《古偶》里也有感情戏了 2022年 在《新陷阱旗下传》里 也演了《赵灵2》 最近在《死丫头》的剧《五福灵门》里 演了《五娘乐善》 还有了官配的CP 还有了主演《悬疑》题材的剧《人鱼》 《现代装》 还有几分撞脸周野 如今呢 资源是越来越好了 再过两年 绝对是一枚闪亮的新星 除了他们 还有在《小时代2》里 演过《小库》里的张子木 张子木有双灵气四溢的大眼睛 小时候演过《鱼正版》 《神雕侠旅》里的《小小龙女》 他在今年的8月 签约了《太阳川河》 准备正式金军内鱼了 光看他们 就知道《零五花》的竞争 有多激烈了 但究竟能走多远呢 要看他们的运气咯 有多激烈了